大家好,我是赖比凡,欢迎回到今天的时时刻刻教室。 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社会其实对心理的病患,有心理疾病的病患,跟有的生理疾病的病患,我们对他们是有差别待遇的。 那就是因为如此,其实与他们相处的这些病患的家人,其实也是挑战重重。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一下,如果你家里面有心理疾病的病患,你们应该如何跟他相处? 我们现在在这边讲的心理精神疾病是像忧郁症、躁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这样子的心理疾病等等。 那心理疾病跟生理病患最大的不同是生理的疾病,有得生理疾病的人,他们自己是知道,比如说我现在有癌症, 我现在有高血压,我现在有糖尿病,他们自己是知道的。 但是大部分的心理病患,他其实是完全不知道,他并不知道他现在有心理上的疾病,是不自知的。 在心理病患上面的生理最大特征,就是多数的人都是有肾上腺在发炎,肾上腺只要一不对,压力荷尔蒙的生产量就不对。 当我们在讲到压力荷尔蒙的时候,一定会讲到老虎,为什么? 因为这个荷尔蒙当初的设计是为了要与老虎搏斗逃跑用的,就是我们看到猛兽的时候搏斗逃跑。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肾上腺是发炎状态,这样的人看到每一个人,他们都会觉得他们是老虎。 那就是造成了他们最大的心理特征,也就是他们会怀疑他人对他们的用意,怀疑他人的用意。 因为这样子,他们最大的行为特征就会有以下几点,比如说他们长期有臭脸,就是觉得好像一起来就欠人家,你看到他就觉得你欠他五百万一样。 防卫心非常的强,不相信他人,因为大家都老虎,怎么能相信? 要找架炒,因为如果他想要跟老虎搏斗的时候,就是找架炒。 那不愿意尝试就放弃,就是想要逃跑的人,就是如果他的身上线生产的压力荷尔蒙,其实不足的话,这样子的人通常不愿意尝试就放弃,因为反正有什么好事的,我反正必死无疑。 他们没有弹性,他们通常的一个特征是,只要世界是黑跟白的,事情一定要这样子做,不要这样子做就不行。 不能好好的吃,也不能好好的睡,这个都跟肾上线有关。 那因为他们,我们这个心理病患的病人,通常是把别人当老虎在对待,所以他还把他人当老虎在防御,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很容易在防御的时候,越了其他人的界限。 当他们越其他人界限的时候,通常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家人跟其他人,就是非家人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 一般的家人因为知道心理病患有疾病,所以他们可能因为同情,心疼,或是不想计较,所以他们并不防卫自己的界限。 这样子的时候,这个病人就是直接的侵入家人的界限,就是对家人大吼大叫,就是就算有情绪,也都不是以正确的方法表达。 但是对他们拿着这个同样的行为,如果在外面对待他人的时候,却会有不同的结果。 因为外面的人不见得知道他们在生病,所以当他们越别人界的时候,别的人可能会跟他们起冲突,或者是如果说这个人的沟通,这个习惯非常良好,他会很肯定的跟这个人沟通,跟他们说,跟这个病人讲我有什么感受,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那下次我希望看到你怎么改变,但是一般的人的沟通习惯并不是这么好,所以这个人可能被,这个侵犯的人可能会以被动攻击式的方法,他就会报复这个病人,或者是以被动的方法就是,那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 那这个时候病人,那这个时候病人就会更确立他的想法,那就是原来,我就说吧,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老虎哦。 那结果就是,人总是很让他们失望哦,因为大家的行为都是不一致的,然后到最后不是他被遗弃,就是被背叛,要不然就是被攻击哦。 因此他们只要是跟人相处,压力就非常大哦,但是我们是群居动物,所以这样子的情境,确实天天出现哦,因此他们就更忧郁,更焦虑,在更忧郁跟焦虑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个,情绪更不稳定,然后常常以决绝的,以及威胁的方式在表达情绪哦。 所以做家人的人非常重要哦,他们在与病人相处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哦,第一个是不猜这个病人他在想什么哦,因为这个病人在想什么是他脑子里的事情,我们永远都猜不到,如果你一直不停的在猜测这个人脑子在想什么的话,最后家人也会一起疯掉哦。 哦,再来就是,在呃,这个病人越了家人界限的时候,他的行为一定要被管理哦,这个就是与心理病患相处的重要策略。 那如果这个病患尊重家人的界限的时候,也就是说,比如说他,呃,对家人大好大叫的时候,家人不给予任何的这个注意力,但是如果他好好的去讲话的话,那呃,家人才给注意力。 所以,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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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守在这个时候不敢守住自己界限的时候 就是不防御自己界限的时候 而让这个自杀的人以危险方式予取予求 就是他行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 这个人自杀的行为其实是受到奖励的 就是我因为危险你 我要自杀 所以我现在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那我们都知道行为遵循了两个非常简单的准则 就是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件事 他得到痛苦的记忆 他将来就要避免 但是如果他得到美好的记忆 将来他就要重复 那刚刚这个人在对待家人的时候 他自杀的行为是被家人奖励的情况下 他得到的是美好的记忆 因此他将来还要重复这个行为 所以当家人不防卫自己的界限的时候 他在威胁这个病人在威胁自杀的时候 以自杀解决问题其实就是家人交出来的 因为他未来的行为重复 是因为家人当初并没有给他惩罚 或是给了他奖励 好特别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病人面对通常是一个团体 比如说他通常不是面对一个家人 他通常是面对好几个家人 在这个团体里面在管理行为的时候必须要一致 这个行为的管理必须要一致 那怎么一致呢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有同样的一个行为 他会得到一样的奖程 就是对不同的人 对他会给他一模一样的奖程 不会有不同 如果会不同的话 这个人有一个行为 但是会有不一致的后果就会不一致的这个这个结果就会有这样子的后果 比如说病人对这个侵犯到A的界限他对A大吼大叫 他就是他就是要这个他就是要这个或者是他产生暴力 然后他得到他要的东西他得到了奖励哦 但是当他对B做出同样的行为的时候就是大吼大叫 B却揍了他一顿哦 就是A让他这样子做 A说OK那你要的话我就给你 我就不防御自己的界限 但是B在处理同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就是病人大吼大叫的时候 他却揍了他一顿哦 所以同样的一个行为现在在A身上他是得到了奖励 但是在B身上他却得到了惩罚哦 这个时候这个病人没有办法预测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这样这个人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那对他来说就是更是人人都是老虎哦 因为这样子所以亚历荷尔蒙这个生产就更过量 或是对于肾上线要求就更高 那肾上线发炎的就更严重了 在这个情况下心理疾病就会加重 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 我们在与心理病患的病人相处的时候 如果不守住自己的界限 就是说如果人家惹到你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有心理的疾病 你如果不沟通 不管你这个行为的话 这样的心理疾病其实是会传染给你的 到最后你也会受不了 所以在与心理疾病的病人相处的时候 自己的界限一定要防御好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相处之道 对于心理疾病精神病患的人 的这个生化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应该如何调整 他们该怎么吃 我在身体平衡就有好情绪的书里面 解释得非常的清楚 希望他可以帮助到大家 好宇凡特别要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那就是如果你们家里面是有心理病患的这个家庭 你们一定不要忘记了 其实你们并不孤单 那我们就下一集时时刻刻教室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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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